一个二战时的日本兵 直到1974年才投降 这位神奇的人物名叫小野田宽郎 1944年12月 小野田被派遣到菲律宾的卢邦岛 上级交给他的任务 是直到岛上的日军 在当地的山林里同美军展开游击战 在临别之前 小野田的上司孤口一美还特意嘱咐他 说大部队的撤退只是暂时的 等三五年之后我们就会回来 在这段时间里 你必须坚持抵抗 绝不能自杀或投降 结果到了1945年2月28日 美军登陆卢邦岛 岛上不到200人的守备日军 大部分不是战死就是投降 侥幸活下来的40多名日军 和小野田一起进入了深山之中 但在一个月之后 这40多个人又被美军给打散 最终只有包括小野田在内的4个人 抵达了指定的会合地点 由于小野田在4个人中军险最高 他也就担任了这个私人小队的队长 卢邦岛地处热带 岛上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 共有约18000名村民居住在这座小岛上 他们在岛上开肯农田 种植稻谷 有时也会出海捕鱼 过着半农半鱼的生活 躲在山林中的这4个日本兵 平时就靠着下山偷当地人的食物 和捕猎村民们的水牛活了下来 当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 岛上其他的残余日军都陆续缴学投降 整个岛上就只剩下小野田4人 还在山林中坚持着抵抗 虽然美军在山林中空投了大量的传单 告知他们日本投降的消息 但小野田却认为 这只是美军为了骗他们投降而设计的阴谋 平日里他还是照常带着三名同伙 下山偷窃村民们的食物 到了1949年的时候 四个人中铁着最差的一等兵吃尽用意 终于熬不住了 他在向菲律宾警察投降的同时 供出了山林中三位同伙的信息 得知了潜伏在山林中的三个日本兵的信息之后 菲律宾政府陆续将小野田亲人的家书 以及日本当时的报纸投放在山林之中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出来投降 但在小野田看来 敌人之所以会费尽心思的骗自己投降 一定是因为自己所在的这个岛战略意义重大 所以我们更得坚定信念抵抗下去 为了对妄恶的美帝进行打击报复 林子里剩下的这仨日本兵 居然还开始主动出击了 1953年的一天夜里 他们仨主动向海岸边速营的菲律宾军警发起进攻 但这次鲁莽的行动 让这哥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三个人中身体最强壮的岛田 膝盖被打穿 小野田的手指也被打伤 损伤过半的三人小分队 只得狼狈地逃回了树林里 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初 这仨日本兵又和菲律宾警方干起来了 在上次冲突中落下冰根的岛田 由于腿脚不灵便被当场击毙 剩下的俩日本兵一看情况不利 就又逃回到了山里 在此之后 菲律宾的搜索队加强了搜索的力度 可无论他们怎么投放劝详传单 山里这俩日本兵死活就是不信 到了1957年年底 躲在山林里的小野田和小种 分别收到了自己家人的书信 但两人却认为这是美帝的阴谋 家人一定是受到了美国人的逼迫 才会违心写下这样的劝详书 所以他们还是拒绝投降 二战都结束十多年了 这还有俩日本兵在山里顽强抵抗呢 菲律宾政府是既无语又无奈 希望日方赶紧派人把这俩神人给请走 日本政府得知了这个消息 在1959年5月 派出了一支搜索队 前往菲律宾的卢邦岛 开始了为期半年的搜索行动 搜索队员们不仅向岛上散播了数万份传单 还在全岛各处开阔地安装了窥印器 用日语朝着山里的两个日本兵喊话 小野田的哥哥和小种的弟弟也亲自赶到了现场 希望能够劝说自己的亲人回家 看到自己的家人来到了现场 这俩日本兵一开始有点动情 但他俩回去一琢磨 感觉这事不对 这肯定还是阴险的美帝出的损招 为了骗我们俩投降 美国人还专门去日本找了俩替身 果然是用心险恶 既然敌人对咱俩这么重视 那我们就更不能投降了 尽管日本的搜索队员在岛上一连找了六个月 可山里的俩日本兵就是不出来 于是这次大搜索行动 最终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到了1965年 此时正值越战期间 山里这俩日本兵 发现附近美军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有时还能看到轰炸机朝北方飞去 两人经过细致的分析 得出了一个离谱的结论 日军肯定是开始大反攻了 大部队可能已经在越南跟美国人干起来了 为了侧应所谓的日军行动 俩人决定在岛上也搞一次大反攻 他们跑到岛上雷达基地附近的山上 居杀了两名菲律宾空军军官 之后立马逃回了山林里 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 这俩日本兵还经常在旱级 点燃村民们堆在农田里的稻谷 美其名誉狼烟作战 结果在1972年的一次狼烟作战之后 俩人在试图偷走一袋稻谷时 撞进了赶来的菲律宾军警 在这次交火中 小种旌旗被当场击毙 伸手利落的小野田 则趁乱冲下山坡 跑回山谷躲了起来 随着两年后一个年轻人的到来 小野田的人生发生了彻底改变 1974年2月 24岁的日本自由探险家陵木继夫 专程赶到菲律宾的卢邦岛 希望能够找到传说中的小野田 并将他带回日本 结果陵木继夫还真的在山林里遇到了他 虽然他告诉小野田战争真的结束了 但小野田依旧对他所说的事实 抱有怀疑态度 表示只有让自己当年的上司谷口义美 亲自给自己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 他才愿意投降 陵木继夫回到日本之后 几经波折 找到了谷口义美 但这位小野田的老上司早已退伍多年 此时已经成了一家书店的老板 经过陵木继夫耐心的劝说 谷口义美最终同意了前往菲律宾的卢邦岛 1974年3月9日 52岁的小野田 在当面接收了谷口义美下达的投降命令之后 终于决定投降 第二天一早 他穿着破烂的日本军服 来到了菲律宾卢邦岛警察局 在众人的注视下 他把尖上的九九十步枪放到了地上 此时距离小野田最初来到菲律宾 已经整整过去了30年 在这30年之间 小野田和他的部下 一共打死打上130多名菲律宾平民 菲律宾军警为了寻找小野田等人 一共进行了133次围剿 虽然成功击毙了他的两名同伙 但却一次也没能成功抓到他 回到日本之后 小野田将自己这30年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后来在日本大受欢迎 卖出了60多万本 但在回国仅7个月后 他就离开了日本 前往了巴西的圣保罗 利用卖书所得的板税 小野田在巴西购置了一处农场 生意做的红红火火 晚年的小野田 在每年的5月到10月 还会回到日本开设一个 教孩子野外生存技巧的训练班 除了教授理论之外 他还组织孩子们体验 四天三夜的野外生活 通过在自然环境下的磨练 培养孩子们的坚定意志 2014年 小野田在东京一家医院因肺炎去世 终年91岁 目前人们对于小野田的评价分歧很大 有人认为他能在丛林里生活30年 表现出了超强的意志 是一个内心强大的战士 也有人认为他在菲律宾 对平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是一个十个不赦的罪犯 但从小野田的身上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那个时期日本的一个缩影 当年的日本 正是靠着对民众的强制洗脑 将整个国家 变成了一台隆隆作响的战争机器 对内残酷镇压 对外穷兵独武 在给周边的国家带来苦难之后 最终自己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上天欲其灭亡 必先令其疯狂 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个体 都处在这样一种非理智的癫狂下 恐怕这个国家的灭亡之日 也就不会太远了